综合俄新社和塔斯社11日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伊格尔 科纳申科夫在11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 欧洲一个国家向乌克兰提供的S-300防空导弹营的装备 已经被俄军发射的口径高精度海济学航导弹击中 在地灭波罗比德罗夫斯克机库中的四辆S-300系统发射车被摧毁 此次袭击还打死了25名乌军人员 科纳申科夫说道 4月10日星期日 口径高精度海济学航导弹在地灭波罗比德罗夫斯克市南部郊区 摧毁了隐藏在一处机库的S-300防空导弹营的装备 这是欧洲一个国家交付给基普政权的 四辆S-300发射车被摧毁 乌克兰武装部队多达25名人员被打死 而根据路透社此前报道 斯洛伐克总理黑格尔在4月8日宣布 斯洛伐克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S-300防空导弹系统 但他补充说 提供S-300防空系统不代表斯洛伐克参与进俄乌冲突中 路透社在报道中称 斯洛伐克是自2月24日 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以来 已知的第一个向乌克兰提供大型防空系统的国家 黑格尔说 斯洛伐克将从北约盟国那里得到额外的装备 以弥补向乌克兰提供S-300防空系统带来的损失 斯洛伐克国防部长纳德随后宣布 斯洛伐克将于下周从美国接收第四套爱国者导弹系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